長新冠是這次我們在新冠病毒感染後 我們特別擔心的一個情況 大部份中了新冠病毒的小朋友 在早期的症狀比較嚴重的小朋友 才會有長新冠 特別的病毒量比較高 沒有打齊新冠疫苗的小朋友 原來之後會影響他讀書的能力 我們甚至怕他的心臟會有休克 或者衰竭的情況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 少片Ivy 在疫情之下 其實經常都會見到一些確診的小朋友 即使在康復之後 都會有長新冠的一些狀況 今集都想跟大家說一下一些家長的迷思 亦都很高興邀請到 港大醫學院的葉泰強醫生 來跟我們解答一些疑難 小朋友即使在康復之後 明明已經陰性了 但都會有很多狀況出現 例如記憶力衰退 肌肉痛 頭痛失眠 甚至乎胃口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好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長新冠的徵狀 或者應該怎樣去定義呢 其實病好了之後 一般小朋友有點不舒服 可能包括睡覺睡得不好 肌肉痛 胃口差了一些 其實很常見 所以一般就算你中了新冠病毒之後 如果有一段短時間睡覺睡得不好 個人比較累一些 或者懵疼一些 其實多數都是過度性的 假震驚通常沒事的 但通常長新冠 是今次我們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後 我們特別擔心的一個情況 我們發現原來中了新冠病毒之後 如果在頭三個月已經有些比較重要的症狀 差不多維持兩個月以上 我們就叫它長新冠 通常除了大家可能聽過一些叫老母症 即是說突然之間中了新冠病毒之後 個人蠢了 反應慢了 開始專心不了 或者記性差了很多 讀書成績突然之間差了 本來可能小朋友很聰明 但因為中了新冠病毒之後 特別的病毒量比較高 沒有打齊新冠疫苗的小朋友 原來之後會影響他讀書的能力 令到他很容易分心 亦都在上課或上課的時候 遇到很大的困難 除了影響腦子之外 原來長新冠是可以影響身體不同的器官 當然大家知道新冠病毒因為是影響肺 所以如果有肺炎之後 其實可以令到肺功能差了很多 即是說小朋友可能走幾步就會棄速 甚至有一部分小朋友 因為新冠病毒感染令心臟發炎 那突然間心臟功能都差了 長遠我們甚至怕他的心臟會有憂黑 或者衰竭的情況 我們發覺中了新冠病毒的小朋友 有一部分長遠會影響他的皮膚 可能會有不同的皮膚炎 影響他的腎臟有腎炎 甚至影響他的腸和肝臟 所以簡單來說其實長新冠的影響性是可以很廣發的 身體不同的器官 或者一個正常小朋友在成長發育的階段 其實很多不同的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那有沒有說其實我應該怎樣判斷 應該是觀察一下 還是我看到小朋友真的有某幾個症狀 就一定要帶他去看醫生 其實長新冠 我們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大部分中了新冠病毒的小朋友 在早期的症狀比較嚴重的小朋友 才會有長新冠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的小朋友中了新冠病毒 但是他很不幸運 沒有打齊針 甚至沒有機會去接種新冠疫苗 而那段時間他人很不舒服 譬如發高燒 咳得很厲害 甚至氣喘 需要在醫院留意了很長時間 其實他有長新冠的風險就高很多 就算他一開始復原之後 如果頭幾個星期 多數我們說頭三個月 已經開始出現了很多很不妥的症狀 而那些症狀不只是一兩次 不只是一兩次睡不著 可能是持續兩個月以上 個人都很不舒服 譬如發覺個人記性突然之間都差了很多 連續兩三個月突然之間都發覺 讀書的記性很大問題 上課沒有辦法專心 發覺他做運動 本來平時是走走跳跳 很白厭 很厲害的 但是突然之間 你走幾級樓梯都開始喘 發覺他連續兩三個月都是這樣 他當然就有機會 開頭就有一些長新冠的症狀 如果你發現他可能身體機能有些變化 或者讀書的腦部功能是差了 又懷疑他有長新冠的話 我們一般都建議家長 就盡快幫他安排 去醫科醫生的覆診 那有沒有說一些治理的方法 又或者其實有沒有斷尾 還是記憶力一下子就不復反了 因為長新冠是比較難搞的情況 因為它是因為中了一個 比較嚴重的新冠病毒之後 影響到身體的機能 通常是因為急性的時候 發炎很厲害 之後就影響到長餘的功能 所以其實暫時我們在長新冠的情況 我們那個做法都只可以盡量 舒緩到小朋友的需要 譬如有一部份可能因為長新冠的小朋友 影響到他之後 我們發現他可能很容易咳 很容易會氣喘 我們就幫他調節一下他的生活習慣 如果真的咳得厲害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些咳藥可以幫幫他 另外我們發現原來有些長新冠的小朋友 可能他有些特別的功能性的問題 譬如就發覺他很容易就會分心 或者讀書比較難跟一些 我們可能就要跟學校老師有些溝通 看看上課的位置 或者中間我們可不可以 老師有些個別的補習 幫幫小朋友可以做好一點的專注力 讓他在中間沒有那麼容易分心 但看上長新冠 我們預計了很多小朋友中了招之後 因為有一段時間可能食慾會比較差 胃口會比較差 所以其實我們就一般鼓勵家長 在小朋友復原那段時間 盡量讓小朋友可以有充足的休息 讓小朋友吃一些營養成份比較高的食物 特別可能是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讓小朋友在復原那個階段 可以盡量補充他需要身體的營養 當小朋友休息夠了之後 其實就開始要有些健康的生活習慣 特別要鼓勵小朋友多些跟家長去出街 去做運動 行山 多一些親子活動 令到小朋友在復原之後 都仍然可以多一些社交的活動 可以跟家長有多一些交流 令到他之後那個專注力和讀書 可以重新再做好一點 通常都會有些幫助 另外有些家長會疑問 其實如果真的有長新冠 會不會吃一些保健品 例如益生菌會有幫助減輕狀況 如果一般新小朋友 發覺中了新冠病毒之後 腸胃吸收是比較麻煩的 例如他經常瘋爛肌 或者容易肚瘋 的確益生菌可以幫忙 幫助長度調節正常的益菌 令到可以減低之後 肚瘋的風險 不過要視乎個別的情況 如果小朋友的生活習慣 其實吃東西一向都不健康 例如平時吃菜吃得很少 太過少纖維 又或者平時可能大便習慣都做得不好的話 短時間補充一些益生菌 其實都會有幫助 不過我想更加大幫助是一個生活習慣 可能特別如果小朋友病完之後 要確保他有足夠的維他命 可能有些新鮮的生果蔬菜要多吃一點 當然盡量幫小朋友保持每天都做運動 因為做運動其實調節腸胃功能 很大幫助 醫生有沒有建議給客家講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新冠病毒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我們見到最新的變種病毒 更加令我們擔心原來很多是小朋友 感染了小朋友的特點 原來有打針和沒有打針差很遠 原來無論長新冠也好 重症或者病發症也好 幾乎每一個個案都是因為沒有打齊針 我們見到原來打了新冠疫苗的小朋友 只要打齊針 其實他有重症或者有死亡的風險 幾乎就已經完全控制了 所以我想家長如果真的擔心 你的小朋友將來有機會感染 又或者感染完再感染 令到長新冠的話 最實際有效的方法 就是盡早幫小朋友打齊針 今集就來到這裡 都很多謝葉醫生解答了 我們心裡的很多意義 都明白了 家長們一定會很擔心 因為一旦如果小朋友確診了 照顧完一輪 但還有長新冠 很多首尾 甚至乎還有很多未知數的變種病毒出現 那個憂心真的好像無止境 所以都希望今集可以解答大家 心裡的一些疑問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 拜拜